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的360 更全方位的好天气 大家好 我是孟哥 在礼拜一的时候白天出门还真的有点舒服 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闷热了 预期这样晴朗稳定的天气持续到礼拜二 到时候中午的高温可能会比礼拜一更加的炎热闷热的感觉 提醒你户外活动要记得做好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 而且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靠近山区的地方 容易有些局部的乐队流发展的机会 前往山区的观众朋友们都要准备一下愈善愈一了 而接下来天气真的要大幅度的转变 时间点会落在礼拜三的时候 会有新内部封面要逐渐的要接近 所以到时候礼拜三可能从凌晨中部以北地区 就会出现一些短暂性的震雨 提醒你户外活动都要留意这样不稳定的天气 预期这样的天气形态持续到礼拜四为止 所以大家这几天还是要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了 我们首先先从这个云雨图来看 先前上个礼拜影响台湾的这个滞流封面 其实已经逐渐的往东移了 而且它已经吸走了这个比较西南风的雪气 所以相对的对于台湾来说 天气在这两天都非常的稳定 可以看到是只有在北台湾 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一些浅薄的中高层云气飘到中部以北 而中午过后同样的在中南部山区 又有些局部的乐队流 但整体来说在这两天天气都相当的稳定 除了在中午过后到傍晚的这一段时间 靠近山区容易有些局部的乐队流发展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度云到晴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接下来天气转变的时间点 目前看来就会落在礼拜三的时候 会有新的一波封面开始要往南推 影响中部以北的地区 但是这波封面通过速度很快 到礼拜四的时候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后续到礼拜五礼拜六雨市都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所以大家也很关注说 这个端午连续的假期天气到底如何 目前看来前面两天比较不稳定 后面两天就会比较稳定下来了 但是这两天还有些变数 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是要稍加了最新的天气消息了 我们放大图来看 这个雨市到底下在哪呢 礼拜一礼拜二同样都是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 再加上偏南风 所以接下来礼拜二几乎全台湾各地的 这个午后雷震雨要稍加的留意 接下来到礼拜三的凌晨开始 封面就会受到它前缘的不稳定带影响 中部以北地区就容易有些短暂性的震雨 这样不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 从礼拜三的凌晨开始持续到礼拜四为止 接下来到礼拜五礼拜六呢 天气形态就会比较稳定的 因为封面逐渐的远离 但是可能要提醒大家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 所以提醒大家一直到端午前的前面两天 都还是要稍加的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了 而大致上在未来四天的雨量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礼拜二刚刚提到的 因为偏南风以及热力的作用 引导之下和靠近在中午过后 山区容易有些局部的热盾流 有些地方雨时不小 还有出现一些雷击的作用 所以提醒你户外活动都要稍加的留意 但是很快的到礼拜三的时候 新的一波封面又会再度的来报道 首当集冲会落在中部以北地区 就容易开始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 后续紧接着中部以及南部 也会跟着开始下起雨来 所以提醒你礼拜三礼拜四 属于比较不稳定的天气系统 户外活动建议你都要水深带上雨山雨衣了 后续礼拜五礼拜六之后 水气量就会逐渐的远离了 但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 中午过后还是容易靠近山区 有些局部的热盾流发展机会 提醒你前往山区的话 还是要多加的留意这样天气的转变 而在气温方面来说 最近其实早晚出门都相当的舒服 在礼拜一的晚上 同样的几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还是都有机会来到23到25度的低温 只有在台南以南地区稍微闷了一点 来到26到27度的低温 接下来到礼拜二的白天 因为水气量稍微减少了一点 几乎全台湾各地都会看到阳光 所以提醒你中午的高温 几乎都会占上30度以上 再加上偏暖风暖湿的空气会更加的明显 这样中午的高温都会来到30度 甚至有些地方会来到32 33度 户外活动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而中午过后也要留意局部的热盾流发展的机会 以上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